大家好我是小徐 今天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想向全网的家人们求助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我昨天的视频 我跨省在四川成都那边救助了一只狗狗 也是通过一名粉丝 让他先救助的送到了音乐里面 但是这位粉丝呢 他其实狠狠有自己的工作 那天只能抽时间 就是过去看一下狗狗 然后我们这个姐姐 就是适合把这只狗狗救到了音乐里面 这只狗狗是一只泰迪 他真的很惨很惨 他遇到了车祸 被车撞了之后 然后车主呢又把他丢到了河里面 他在河里面浸泡了水酒 整个身体下半身的肉全部都腐烂 那他被车撞了 就是后面喷雾骨骨折了 血和肉已经破烂了 流了血 在经过被水泡了许久之后 然后他的肉全部腐烂 发出了腥臭味 之所以今天录这条视频呢 我就是想寻求一些在四川成都的一些家人们 能够去帮助帮助这只狗 因为我小狗是在湖北这边 离四川太远了 太不方便了 我为什么会寻求这只狗狗呢 因为这只狗狗在那个公园里面 已经有三天了 它拼命游到岸壁 三天时间没有人去救助 所以小狗才会去救助它 然后我就是想通过这条视频 寻找到就是一起来帮助帮助这只狗狗的 小狗在这里带着这只狗狗 感谢大家 然后我把这只狗狗的视频加上去 让大家看一下这只狗狗的过程 以及它现在的产状 谢谢家人 感谢大家 现在这个狗身上都还是好臭 现在这个狗身上都还特别特别臭 它两个就后面都还是富懒的 不还有臭味道 然后终于不能动它 而且上口对它那个 它们长一段的肥 它们现在继续要动手术 要许一大笔钱 可能要花两万吧 我们必须要动手术 你看餐饮子在上面飞起来 你看餐饮子 好了喝 真的是 而且吃东西你看嘛 很怕人 然后那个蛋黄那些 那些鸡胸的蛋黄我底下跑了 不要在碗里面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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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